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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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光法师引用明圣经中的理念 不信义说 就是要劝人要修正知正念的学问 要学理求真 向善开悟 真正领悟经中的妙意及真理 信仰不能盲目而迷信 要知道赡养心性 修身利得的智慧 你了解生命轮回 因缘果报的真理 从今中领悟妙意 开发道心 自有不可思议的威力 达到究竟 便能消一切债 解一切恶 威仪也是指 人的心灵世界中 那份超凡脱俗德相 如儒家所说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威武不能趋 至大丈夫心智品格 佛家亦有言 出污泥而不懒 知九品莲花 能保持安然自若 安平热道 祥和康敏的心灵 才可以说是 真正的威仪者 法师总是慈悲地 以甘露法语为众生开示 在茶餐中耐心地听众生的心声 我们从生活的小智慧 悟得人生的道理 让我们改善心境 改善环境 改变命运 得到心灵的快乐 每当我们心灵上有困惑的时候 法师总是很有耐心地带着笑容 为我们开导解惑 因此跟着法师做爱心 欢喜担任摄影的工作 感受到法师如此的慈悲 很高兴能在法师身边学佛 生活中学禅 行有余力 关怀弱势 回馈社会 宇宙的能量 是我们生命的来源 改变命运 也是要靠自己的心力去创造 因此我们要懂得思想正面 观念正确 身体健康 如此生命的活力 才会欣欣向荣 多走向大自然 这样在我们的生命中 就能时时出现阳光 就会很健康 最后祝福社会国家 风调雨顺 五穀风登 一路回春 运转新荣 并祝大家 诸事如意 人喜悦 诸年亨通 天满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